周深,自己都莫名其妙地热搜 周深又莫名其妙地上热搜了 这次的热搜估计周深自己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视频由娱乐叨叨到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 其他账号均为盗窃 事情是这样的 有网友给自己男朋友发了条看奶牛的消息 和一张奶牛的图片 结果男友半小时后才回复 网友又把相同的内容发给了周深 结果周深仅仅两分钟就回复了 要知道周深最近一段时间可是忙到飞起的 短短的五六天时间 从魔都音乐节到武汉听见国月音乐会 再到绍兴跑南录制 即便这样也几乎秒回了网友的信息 所以微博上马上出现了两个词条热搜 周深都有时间秒回和假的男朋友vs真的男朋友 然后网友就翻出了各种周深回复自己信息的截图 还有网友说如果他想回 不管多忙都会及时回你 而且他不回你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他在忙 而想回复你的人 不管你是回复一个字还是回复一个表情 他都能努力想想怎么回复你有趣 虽然这是一个玩笑兴致的热搜 但是也说明了周深对粉丝的真诚和感恩 也一直初心不改地践行着 努力成为你们的骄傲 最后小编想说 有很多生米开始用这个测试男友了 小编觉得还是不要测试的好哦 哈哈 小编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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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